当今世界深度交融 多重挑战相互叠加 需要各国合作应对 集团政治冷战思维违背历史大势 不符合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方利益 中方一直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 发展对英关系 但英方一味暴残首缺 捧着过时的剧本念着旧台词 最终只能离时代的进步越来越远 关于香港问题 中英联合声明涉及英方的条款 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英方对香港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不存在所谓的权利和责任 新疆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 宗教和睦 文化繁荣 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永目共睹的事实 英方对此充而不闻 视而不见 执意污蔑抹黑 纯属别有用心 台海的现状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 是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对其纵容支持 英方如果希望保持台海和平稳定 就应当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无愿重申 台湾 香港 新疆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中方敦促英方 谨言慎行 停止无端指责中国 干涉中国内政 多做有利于中英关系发展 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情 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情